授旗一事開始代理體育署長林騰嬌 把會期遞交給代表團團長以及教練 還帶來加菜金5萬元替中華健兒全力加油 那我們這次有男選手女選手都取得了參賽資格 這個在過去的歷史上 也是今天也是第一次我們同時有男女的選手 都獲得參賽資格 這一次東奧中華隊目前有競速滑兵黃玉婷 雪橇林興榮以及滑雪女將李文宜 男將何秉銳四人取得參賽資格 但1月22號北京東奧官方 還會再宣布地補參賽人選 因此有望再增加選手 滑雪會為30年第一次有參賽資格 教練也坦言對選手有信心 同時在北京跟國內 也特別來設立這個防疫的專責的一個團隊 那麼來協助相關防疫的相關的這個事項 碰上防疫體育署後勤團隊 也幫代表團貝妥N95口罩 護目鏡等防疫裝備 班機規劃選手教練也都坐商務艙 期望選手安心出國也盡力為國爭光 D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當中小鈴鐺 選手中西 maternal